5月31日 刘兹现身北京为咖啡及生活主题摄影展 继新店开张仪式宣传造势 作为名副其实的跨界达人 刘兹除了演戏老板行外 开创设计工作室 生活会馆 咖啡餐厅 瑜伽馆等一系列女老板身份 喜爱做生意的刘兹之前曾开设过一家家具店 但因国内假货太多加上种种原因 最后则导致该店赔本 而再次以老板身份亮相的刘兹 在谈及该市时 更多的则是感激当时经历 其实如果有朋友来过的话 可能对这个地方是有印象的 我是属于就是在哪跌倒 要在哪爬起来的 这是以前咖啱的那个家具店 然后因为确实是就是生存的空间太显恶了 就是国内泡皮的特别多 然后现在工艺也特别好 然后以假乱真 所以就很就是就很难嘛 非常的难 但是我也挺感激就是当时的那个经历的 然后越挫越勇 然后现在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咖啡 作为一个讲究生活细节的生活爱好者 设计达人 刘兹对咖啡和饮食要求近乎完美 尤其是对跟孩子有关的一切都要做到安全 这些要求不仅体现了刘兹对工作的严格要求 也是与刘兹作为母亲后有着极大关系 还是希望就是怎么说就是跟孩子有关的一切都希望它是安全的 它是健康的 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都能茁壮成长 所以就是就是特别偏执的就是会去关注这个就是这个餐厅的这个食材 这个原材料 酷六娱乐北京报道